这一堆东西是给华公公的小宝宝准备的一个护栏 就是小奶猫不是会走路的吗 然后就害怕它们跑来跑去的 然后会有意外啊什么的 所以就弄一个像baby房一样的护栏 在研究吗 这里有乔乔 你最喜欢的乔乔 这个大肚子到处张望 不小心把球球撒了一地 天哪 它们怎么还不来玩 哥哥是不是好厉害 跑得好快 是吗 哥哥在晚上求求你不玩吗 妈妈在装你以后宝宝要睡的房子 好了 现在大功告成了 这里面到时候就放一个小宝宝睡的猫窝 然后还有水的 还有饭盆 还有木杀盆 刚好合适 桌上了 molé玉ומר 叫跳呀 妈妈叫在里面 你去吧 来啦 里面有好多求求 去了 妞妞可高兴了 妞妞自己就是个小孩 拜拜 看来这里面还要放一个猫抓板 要不我们会挠坏了 这也挠不了多久 要不想玩又害怕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怎么样 好了你就住里面了 洛洛 他们打架你都不劝一下吗 你当哥哥的得劝一下呀 滚滚那是小宝宝住的 滚滚 喂 很高 不要呢 滚呀 要不要 小宝宝住的 嗯 明天就把小宝宝搬下来好不好 嗯 你去呀你进去呀 那边有妈妈呢 这里有妈 我帮你进去 来了 大头现在才发现了新天地 你外头干嘛 女妞 哇哦 好够啊 大头好像找到宝藏的感觉 大头现在高兴的都不知道玩哪个号了 好像一下子收到了太多的领悟了 滚滚在很远的地方看着 这个箱子呢就是为小猫准备的 就是到时候这个门可以关起来 小猫在里面就很安全 然后 嗯 这是一个猫砂盆 到时候是小猫用的 这些上课的书呢是一个脚踏板 弟弟 哈哈 弟弟你用这个盆盆太小了啊 弟弟 这是猫宝宝用的 一 弟弟肥要湿一下 哦 怎么样感觉 嗯 宝宝 你要在里面睡吗 那是猫砂盆的沙瓜 宝宝宝 你要来看一下吗 我妈弄好了 看吗 满意吗 宝宝 嗯 很满意的样子 你们好看过眼睛去看 去吧 两个猫妈妈在里面 满球 嘿 检查好了吗 安不安全 嗯 好了 我进去了 哦 这就是他接受了这个箱子 怎么样 滚滚 玩一下呢 嘿 嘿 看上去是很满意的 昨天已经把小宝宝们挪到这个育儿箱里面来了 这个箱子比较好 可以把盲关上 他们也很习惯 嗯 喜欢这个箱子 所以呢 呃 那个原来的产房呢 就留个圆圆 因为圆圆马上就要生了 然后 他们 最近呢 就住在这个育儿箱里 等会走了以后就可以乱跑了 了 哦 就会把小宝宝们挪到这个育儿